今天要講的是過去的一個重要題型 課本他有做實驗 現在因為課本改了 有些人就覺得他太難 就不考或怎樣 不過還有一個觀念是很重要 叫做滑車實驗 就是這邊有個滑車 上面有砝碼那個蹭函 然後課本做實驗的時候是 量好距離 放手 看他撞到時間 然後可以撞到加速度 然後去調整改變 到底會講什麼改變 然後去得到一個結論 叫做外力會跟加速度會成正比 就問說 第一題問說移動的加速度 那個是他的做法 就是把那個砝碼移到那個蹭盤上 再做一次 那加速度會多少 那這個就重要的 重要的實驗是 我們跟你講過的什麼 叫做m-ma m就是那個誰 受益的誰的質量 F就是外力的合力 A就是能夠兩個道 測到的加速度 所以 在這一題 在你考慮這個整個滑車的時候 他是整個在受力 整個在受力 所以呢 受力質量是全部的法碼 加到滑車的質量 那麼力量度是這邊的50克重 重力拉 那旁邊的90跟50的重力呢 會因為壓在桌子上 向下 桌子給他的支撐力向上 抵掉了 所以沒有影響 你不要抵他了 所以呢 受哪些力 受一個力 就是那個吊盤那邊的重量 那合力當然不會是0 對不對 那因為不會是0 你就會帶什麼 F等於m-ma F等於m-ma 所以 力量就是在50克重 然後m就是全部的只這樣加起來 50加50加9盤 然後再乘我們的a 可是要注意的問題 第一個 我們不是用克 我們是用公斤 所以呢 50要除以1000變公斤 但是也不對 因為我們的利害用的是牛盾 所以把郭英壽換成牛盾是要乘以9.8 然後全部只這樣加起來也是功課 也不對 我要變公斤是要除以1000 然後就是數學師就列完了 列完之後 現在就叫做計算而已 簡單的 小題就會有計算 算一算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答案是0.49 好 公時秒平方 就是第一小題的答案 然後呢 在課本上要求的做實力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上面的法碼移到蹭盤上來 再做一次 好 來 思考一下 當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改變了什麼 什麼沒有改變 當我把上面這個華盛頓的法碼移到蹭盤的時候 我改變了什麼 什麼沒有改變 我們移過去之後 我們講過受力這樣全部 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放在滑車上還是放在吊盤上 都是全部之一 對不對 所以當你移過去的時候 你整個受力這樣有沒有變 沒有 受力這樣M是一樣的 M是一樣的 OK 可是我們的力量是蹭盤這邊的重量 那你把這個50克移到蹭盤之後 蹭盤之後就會怎麼樣 增加 力量就會增加 所以受力有增加 可是受力質量不變 所以我說當初特別是你做這個實驗 做完之後得到一個結論 外力會跟加速路程 正比 我要換掉一點正比 所以他就問你說把法碼從滑車移到這邊 是不是多少 剛才已經跟你講過了 移到過去之後 我只改變了受力大小 我沒有改變受力質量 F給MA M沒有變 F跟MA會成什麼比 正比 M會成正比 所以你的力量如果double 加速度也會怎樣 double 所以就兩倍 這是一個用比的方法算 你如果不要用比的 你用剛才的方法再做一次 再寫一次F跟MA M就是全部 那麼F就是50加50 100除以1000 變成公斤所以就會把它變成牛頓 這樣做答案也會是一樣的 答案也會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我的滑車實驗 滑車實驗 它的keyword 它的重點 就是你要認清楚誰是你的受力質量 另一個你在考慮誰的 高中之後 國中沒有這樣考 高中會考什麼 這裡有繩子 如果你繩子拉滑車 張力 或者你繩子拉砝碼 吊盤這邊的 果大 那一樣 如果是繩子拉滑車誰受力 滑車受力 你的M就是滑車質量 或者滑車拉上面的砝碼的質量 然後這幾樣打F等於MA 做法是一樣 所以我跟你講過 我將你的想法到高中都有用 1的問題問自己三件事 1 誰受力 2 受哪些力 3 合力是多少 這題也是個重點 誰受力 受哪些力 合力是多少 不等於0 F等於MA 就是我們的滑車實驗 可以嗎 OK 很好 好